2024年8月9日简报,埃隆·马斯克与英国骚乱事件,在要,近期,美国评论员乔罗根在其播客节目中对英国政府应对骚乱事件的做法进行了批评,称其为严重的政府过度干预。 他声称英国有4000人因思想犯罪而被逮捕,并将之与俄罗斯的情况进行了对比。 这一言论引发了争议,英国工党议员道恩·巴特勒表示,罗根的明显失实信息可能会助长极右翼势力,并强调言论自由与仇恨言论之间存在明确区别。 同时,特斯拉CEO培隆·马斯克也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关于英国骚乱事件的不实信息而受到批评,被称为地球上最危险的人之一。 总的来说,这些事件反映了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的传播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呼吁相关监管部门和平台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遏制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的传播。 特斯拉本周动态简报,一、特斯拉机器人出租车推迟发布,原定于8月8日发布的特斯拉机器人出租车,应需要进一步改进设计而推迟至10月10日发布。 这一延期令特斯拉股价出现波动,分析人士认为,特斯拉全自动驾驶,FSD,技术仍存在诸多问题,难以实现真正的无人驾驶。 二、中国新能源车销量占半壁江山,2024年7月,中国新能源车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销量占总车销量的50.7%,创下新纪录。 相比之下,美国同期新能源车销量仅占18%,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新能源车发展,国内品牌如比亚迪和理想汽车也实现了强劲增长。 三、通用汽车调整产线灵活应对,为应对电动化转型,通用汽车正在改造现有内燃机生产线,以降低改造成本。 通用总裁表示,这种灵活的制造策略可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并有助于管理供应链挑战。 四、中国MG汽车进军墨西哥,中国上级集团旗下的MG汽车品牌宣布将在墨西哥建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以了解拉丁美洲市场。 这也是继比亚迪之后,另一家中国汽车品牌进军墨西哥市场。 总的来说,特斯拉在自动驾驶技术和产品发布方面仍存在挑战,而中国新能源车市场持续高速增长。 通用汽车和中国品牌则在全球市场布局方面有所动作,体现了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的复杂性。 2024年8月9日SpaceX简报,主要内容,一、SpaceX Crew Dragon可容纳多于四名宇航员,但NASA在2019年要求将座位数限制为四个,以降低着陆时的加速度。 2、由于波音Starliner飞船在首次载人任务中出现推进系统故障,NASA正在考虑多种方案,包括让Starliner的两名宇航员搭乘即将返回的SpaceX Crew 8或Crew 9任务。 3、为应对紧急情况,NASA一直保持备用方案,如在SpaceX Crew Dragon或舱区域安装座椅,以便额外容纳宇航员。 这些备用计划并不意味着SpaceX一定会替代Starliner,只是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足够的返回能力。 4、在即将到来的Crew 9任务中,NASA宇航员NICF将成为首位作为美国太空军成员。 Guardian,进入太空的人,热夜将是自1968年以来首次从美国空军基地,现Tate for Navarro太空军基地,发射待人任务。 5、英国公司Blue Spice Space计划于2025年通过SpaceX的共享发射服务,将Gemov科学卫星送入轨道,开始收集恒星紫外线和可见光数据,为研究人员提供独特的商业服务。 总的来说,SpaceX在支持国际空间站任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不仅为NASA提供备用方案,还为新兴的商业航天公司提供发射服务。 未来SpaceX将继续推动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 神经链接,Neuralink,简报,一,神经链接最新进展。 神经链接创始人Leon Musk表示,神经链接已成功在第二名患者大脑中植入了一枚大脑芯片。 该芯片有400个工作中的电极。 神经链接的目标是开发一种能让人通过大脑直接与技术交互的大脑机器接口设备可用于通讯、游戏等领域,甚至有望帮助治疗瘫痪等疾病。 2. 技术细节,神经链接的核心技术是一种小型可植入芯片Link,包含许多细小柔软的电极线程。 这些线程需要由专门的机器人系统进行精密手术植入,以避免损坏大脑血管。 3. 监管审批及动物试验问题,神经链接曾经历了较长时间才获得首次人体临床试验的监管批准。 4. 此前神经链接在动物试验中也曾受到批评,有报告称植入实验导致部分猴子出现健康问题最终被安乐死。 4. 视觉修复的挑战,尽管Musk宣称神经链接将开发芒式皮质植入物以恢复视力,但科学家指出,仅依靠增加电极数量是不够的。 4. 因为大脑提质神经元的感受也复杂,需要精确了解每个神经元的感受也未知。 4. 大小和方向,才能还原自然视觉。 4. 即使达到了45000个电极的分辨率,模拟结果也显示视觉效果仍将模糊不清,远低于正常视力。 5. 总的来说,神经链接取得了一些技术进展,但在监管审批动物实验伦理,以及视觉修复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未来能否实现其宏大愿景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5. 电枝